從前有個神仙 希望親自完成飯間每一個人的願望 有一天她就化身做了一個飯人 在路上就遇到一個丈夫在哭 我老婆死了 我現在的日子怎麼過好 神仙就問了丈夫 你這樣才是很不幸 我怎樣才能幫你完成你的心願 我只是想要我老婆 這樣就可以 老婆 你真的回來了 就是這樣 老婆就在丈夫面前翻身 大家互相擁抱 丈夫很開心 你也可以這麼開心 多謝你欣欣 多謝欣欣 走多一會她又在路上遇到另一個乞丐 乞丐很可憐不斷地叩頭 跪在地上一錢 但她又問乞丐 請問我做到什麼 才可以幫你完成你的心願 我只是想要乞丐一千元 那我就全年都不用餓了 這樣就可以 就是這樣 乞丐就倒了一千元 她從來沒見過一千元是什麼樣子 她拿出來又聞又索又忘 越聞就越開心了 多謝欣欣 多謝你 再走多一會 她在路上又遇到你一個彈眼海盜 雖然她已經上岸重歸正途 她始終很懷念 以前用兩隻眼望世界的日子 你有什麼不開心 我有什麼做到可以幫你 如果我可以用兩隻眼看到這個世界 那我就什麼金銀珠寶都不要了 這樣可以 就是這樣 我真的看到東西了 多謝欣欣欣 多謝你 神仙覺得原來滿足每一個人的心願 是這麼容易的 她就開始沾沾自喜 直至遇到下一個路人 她英明神魔 有錢有小 有老婆有父母有子女 可惜日子就是覺得不快樂 神仙又問她 我什麼人都可以幫她們答成她們的願望 那你有什麼心願 我啊 就想要幸福 嗯 那這個叫不叫幸福 老婆父母子女在她身邊一家人吃飯 每個人都很關心她 但她沒有表情就說 冬呀 穿多一件衣服 你怎麼樣 哦 這就叫幸福了 神仙覺得她沒有感受到幸福 再試一下 把她變得更高大威猛的肌肉壓實 連鼻血都長高了半串 她照照快驚就說 看來你這個神仙也沒什麼用的 豈有錢你 神仙聽到之後就很生氣 一路之下就決定懲罰 變成了財富健康和親人 順暗間她就變成了一個乞丐 閉閉閉閉的自己 孤零零的在街上黑食 過兩天 神仙冷氣過了之後 冷靜下冷 就覺得自己 之前無理懲罰那個人有點內疚 就決定回去看看那個人怎麼樣 你現在怎麼樣 你還問 我現在什麼都沒有了 你走吧 神仙見到她這麼慘 就決定把她之前 變成了的東西 還給她 好吧 多謝欣仁了 多謝欣仁 從此她又再次英明神 沒有錢有勢 有老婆有父母有子女 還多了一件事就是 我現在終於知道 什麼是幸福了 我開心你終於知道 下次見 故事帶出什麼理念 做人最好的present就是 live in the present 活在當下 最好的東西 往往已經在你身邊 你好好珍惜 享受的話 我相信凡事都會變得更加美好 我們Li Family 祝你聖誕快樂 幸福滿日 Yeah 哇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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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